3、2、1 到了第五節向左網的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沒有回來走音 我想整集我們講到香港的 由包子金侄女這件事 我們講到香港的司法制度 或者從歷史角度去回顧 究竟香港的所謂法治本身 究竟我們揭開法治這個字後面 究竟是甚麼回事 究竟香港人是否只知道 但不知道法 又或者我們會說 香港法治本身的維持 很大程度上是否有一個 神話就是我們在司法制度 或者我們在司法制度裏面的 一些相關人士 法官或者甚至大律師本身 都能夠完全以一個中立 或者沒有價值偏差的角度 去維持著這個司法精神 其實都可以值得去思考懷疑的地方 如果你說法律作為一個工具 如果你一個無論是律師 或者是法官 或者是法官 你能夠在這個法理上 去運行這個法理 這是最起碼的基礎 但是我講的是 為甚麼天然是一個國家基礎 就是因為它的價值半段 是會融進去的 如何看待這件事 舉個例子 不要說階級之間的差異造成 譬如某一個人 一段特殊的經驗 可能對某一類的罪行 特別擔心 他就比較重 或者是 他對某一種職業的人 或者某一個 生活形態的人 有偏見的時候 他就不相信那個人 或者他對警察 不會印象的 作為警權來說 他就對被告人 會寬鬆一點 這些事情我們不要計 這是客觀存在的 我們講的制度上的問題 就是當這個立法和執法 都不是由人民授權 或者是由人民授權的人 去委任的時候 就麻煩了 好像毛文龍一樣 都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他懂得多少 不知道 他是打開商業法 他懂憲法 懂得多少 又不知道 所以其實 黃銀龍 周圍一定有人幫他 那些責任到底 是怎樣找出來的呢 其實現在某個程度說 就是法律界找出來的 如果你說從一個 現代的概念來講 所有有利益關係的人 一個職業的人 都應該有權的時候 在三權分合裡 有一個永遠不能觸動的 表面上應該是絕對獨立的東西 在現代的文明裡 其實就應該受到檢討了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說 怕著司法 是傾向於政府 而要他獨立 我是贊成的 但是這個 司法獨立 作為一種至高無上原則 是要獨立於整個社會 就完全是錯的 你看歷史源流 就是在歐洲反對王權裡面 很多是因為司法界去反對他 因為當時的特殊具體環境 因為人民都沒有權反對 連議會都沒有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司法制度 像法國的政治原變裡面 這個司法界是經常限制王權的 其實就是等於貴族限制王權 那你繼續去限制王權 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 因為王權是絕對的 貴族也好一點 如果你說到現在來說 那我們為什麼用貴族限制王權 因為用平民來掌權 如果我們說 政府是一個民躍論 即使用民躍論的角度 就是我們授權一個絕對的權力機關 去行使我們的權力的時候 很明顯我們現在對於司法制度 去限制政府固然仍然有用 但是如果你說相對於人民來說 對於議會來說 絕對說不通 所以其實很大程度上 你會看到整個司法機關 或者整個司法體制本身的變化 我們不能夠抽空看制度 而一定要看回當地的歷史 香港和中國人不太注重獻 我們說法律 他連獻也沒有獻的概念 我們沒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任何的權力都要授予的 任何權力的分配 他必須要保證 那些普通人在權力制度之下 得到一個不僅是法律上的公正對待 或者是權力上的分配 或者授權的分配 也必須要保證最終的結果 對社會公義 即是說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是公平的 剛剛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在法律裡 無論在法律制度本身帶出來的價值觀 或者甚至在法律制度裡面的一些 持份者 剛才提過 可能是法官 大法官 或者甚至是大律師等等 有沒有那種公正公義的價值觀 如果你看到英國的制度裡面 他是貴族統治 所以其實 他的法律的原變來說 就是貴族去限制王權 貴族都做了 而這個 上議院其實是代表貴族的力量 去限制王權 所以他整個傳統就是 聰明人和貴族去看社會 有些貴族是比較深的 有一個改革 因為他有這個 普通法用法庭的判決解釋法律 但如果以晚近來說 自從有了House of Commons 即是說 這個 國會 就是這個 下議院之後 這個要改變 因為 這個 國會的至上的權力 是 應該 跟這個 貴族 即是上議院 去解釋法律 是相衝突 但是 廢得上議院而已 但是 上議院的組成 其實是 貴族 去做大法官 還沒有改變 要慢慢改變 而 在平民階級裡面 去做這個 所謂 皇家大狀 現在都會慢慢軟變 而問題更加深刻的是 這些皇家大狀 本身 都是社會建制的部分 是 是 英國的法律 有好有不好 如果兩個體系 如果你是 純粹做個律師 現在香港的大狀 很多都不懂 例如宇約美 湯家驊 梁家傑 是讀一個學位 不讀兩個學位 是吧 我們相同不同的層次 這個法律 所有的人 作為社會建制的一部分 他享有 這個社會的 特殊的利益 他亦都在意識形態上 親建制很清楚 所以你一定要用一個 人民授權的機關 和對應來監察 長毛這樣說 如果我們說 其實期望透過法律 或裏面的人 本身有一種公平公正公義 那種價值觀 但實際上 本身整個制度 其實就是為了維持 現在現有建制 或現有秩序 而服務 其實根本是一個 相矛盾的一個狀況 亦都是一個不停的交著 和角力 有時 當社會的民間力量大 就迫著他們改革 或者令到他們裏面 有一部分人都會態度轉變 其實所有大的變革 或革命都是這樣 其實他們 在統治階級裏面 有些人都要背起舊制度 革命也是這樣 美國革命也是這樣 俄羅革命也是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 最初出來革命的人 都是一個原來的 統治階級裏面的 精英分子 或者是一些破爛戶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整個法律制度 不是不變化 就算剛才我們 這麼多節裏面都說到 法律制度本身 都比較偏向是保守 但是我們社會 如果是不斷變化 或者不斷有一些 新的社會問題 衝擊現在這個穩定局面的話 法律制度不得不改的 這個局面 其實有可能出現 或者這一節事務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見